农历假成龙年将至 在四川成都博物馆里的龙文化相关文物 成为观众打卡的兴趣所在 不少人专程前来巡龙 这一次逛过这个龙年的龙形中华展之后呢 首先自己作为一个龙生肖的人 也是自己本命年能看到这么多龙的文物 我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是对四川地区 我们含龙的一些文物呢 有更多的认识 而且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文博专业的学生 他也给我提供了很多研究的价值 游客康玉霄所说的展览是 四川博物院联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四川卢县宋代石刻博物馆等 川内多家博物馆于近日推出的龙形中华 2024年春节赫岁特展 展出了六十余界讨龙文化相关文物 含龙量十分之高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龙的文物呢 它其实有瓷器 有青铜的 然后还有砖石的 还有玉器的 还有这个皮影上面的 还有莲花上面的这样的龙 所以从文物的材质来说是 很多样化的材质的文物上面 都有这样的一个龙的形象 那么这次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龙的文物 特别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三星堆出土的这个龙的这个形象 有几间应该是首次对公众 展出 你能够从这个龙说的这么一个小的展览当中 能够全面的去了解整个龙的这个演变发展 它从史前到到明清 甚至到民国时期 整个的这个龙的这样的形象 部分博物馆除了推出特展 满足观众龙年逛龙展的需求外 还在馆内装饰上下功夫 如在成都博物馆 各类龙元素装饰点缀馆内 给观众营造了浓厚的喜迎龙年氛围 龙年春节来到呢 成都博物馆为了给观众带来更多的青春氛围上的体现 大家可以更沉浸式的感受这个新年 我们在像是我们的馆门口 包括一些楼上区域有一些龙元素的彩灯装饰 包括像是十二龙壁元素的一些装饰图案 大家都能够在馆里来感受来看到 在成都博物馆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中华龙 隐藏在不同主题的展览当中 等待被巡龙的观众一一发现 我们这一次成都博物馆呢 主要是在春节期间带给观众的是两个灵展 当然在这个两个灵展当中 也有很多和龙元素相关的一些器物 包括一些我们在这儿身后看到的这一件 十二龙九凤冠 而这个凤冠也是整个展览当中 特别重磅的一件展品 这个凤冠在它的上面可以看到有八只金龙 下面呢有五只金凤 在它的背后呢还有四条金龙 它总共呢是有十二龙九凤 而在这顶凤冠呢 其实它属于是明朝万历皇帝的皇贵妃 那其实这顶凤冠也是它第一次离京进行展出 也是我国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之一 对于寻龙的观众而言 打卡龙文物的过程也让他们更加了解 根植于民族记忆中的龙文化 我觉得龙它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东西 它更是我们对中华精神的一种崇拜 致敬 我觉得比以前看到的龙要震撼很多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过龙 但是今天的龙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受 我以后肯定会多来看看这些关于龙的博物展